历史是一部真实的记录 但当它与小说、戏剧交织时 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 你是否曾被某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深深打动 却又在某一刻惊讶地发现 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薛平贵、陈世美、穆桂英、貂蝉 他们都是如此熟悉 但你真的了解他们吗? 跟我一起揭开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纱 薛平贵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 薛平贵与王宝串的爱情故事被传送千古 王宝串为寻找出征的丈夫鞋底磨破了三双 最终与薛平贵重逢 然而历史记录中并没有薛平贵这个人 这个故事实际上起源于元代的杂剧 后被明清小说戏曲进一步发扬光大 薛平贵的形象也因此被赋予了忠诚、英勇的特质 而王宝串则成为了忠贞爱情的代名词 陈世美在清朝顺治年间的贵州 陈世美的名字成为了背叛的代名词 在戏剧中她为了权利背叛了妻子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负心汉 但实际上历史上的陈世美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她在清军攻打贵州时为了保护百姓选择了投降 她的形象被戏剧严重扭曲 成为了一个背叛者的代名词 穆桂英、杨家将的英雄穆桂英 是人们心中的女英雄 她骑马挥刀带领杨家将抵抗外敌 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 穆桂英并没有参与过任何战争 她的形象是由后人创作的 为了歌颂女性的英勇和智慧 尽管如此穆桂英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将之一 貂蝉 东汉末年 貂蝉成为了吕布和董卓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关键人物 她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 成功地为王允制造了一个刺杀董卓的机会 然而 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貂蝉这个人 她的形象是由后来的小说家创作的 为了展现女性的智慧和勇气 貂蝉的美人计 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策略之一 这四个人物都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 但当我们深入研究时 会发现他们的形象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的出入 小说和戏剧为了增加情节的戏剧性 往往会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加工 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历史并不是单一的 它可以有多种解读和表现方式 历史这部巨大的史书记录了无数英雄的世纪 但当这些英雄被戏剧和小说赋予了更多的色彩 他们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些被赋予了戏剧性的历史人物 虽然与真实历史有所出入 但他们的故事却深深打动了我们 他们成为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成为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史并不是固定的 它可以有多种解读 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 不被戏剧和小说中的情节所迷惑 真实的历史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 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 那么你心中的历史英雄是谁 他们的故事是否也与真实历史有所出入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一起探讨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